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我刚刚买到的这个神兽号 花到650块钱啊 这个看看这个神兽号里面都有什么东西 这里有个103G的生羊 内单是满的,共鸣的话只有静悦 另外三个灵声灵光和灵阳影呢,它是没有共鸣的 另外这两个宝宝很普通啊,这个不值什么钱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账号里面还有些什么东西啊 这个70G的头,80G的项链 70G的鞋子 这些每一件可能就能值个几万块钱啊 加在一起的话,这里可能十来万吧 这个账号本身有39万的金币 然后这里还有一些环装可以卖啊 原来有些石头啊,我把它已经打造了啊 打造成了这些装备啊 然后这个还得了一个修复石 运气不是太好啊 这里原来本身的话这个账号里面它有一堆的这个石头 青龙石白虎石还有那个玄武石什么的啊 最后只得了一个修复石 这个修复石看了一下这个商城的话也大概能够值个两万块钱 还是挺不错的啊 装备打造,看一下这个修复石 这70G的两万啊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啊,刚刚那些装备啊 像那个80G的项链 那只留碗多啊 所以说那这身上这套装备的话 这个15万左右 我觉得问题是不是太大啊 然后这个身上的这一堆啊 法宝啊,这些都能卖个几万 其实这些东西零零散散的加在一起呢 就能值不少钱啊 像这一堆法宝 一个也能值个一两万 像我这些啊,正在挂了一些在卖啊 一个账号拿上来的话 也要花点时间 然后把它慢慢的清一下 这个时间还是比较短的 这个账号买来呢 650块钱 然后 最关键的这个是这个这个神阳 我们看一下这个神阳 他在这个区或者跨府那个卖多少钱 看看这个神阳 啊 本负没有 看我看一下 啊 这个啊 这个内单不满的 我们不看啊 因为跟我们这个 没有我们这个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也不满啊 神阳呢 总体来讲的话 在神兽里面 他是不是太值钱的那种啊 因为比较多 相反的话 像狗子啊 老鼠啊 这些他比较的值钱一点啊 可能会多卖个几十万金币左右 像这只神阳跟我们就比较像了啊 350万 扣除百分之十几二十的这个手续费的话 将近到手的话 300万左右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里的话 估计 能够清到三百七八十万左右的金币吧 三百七八十万按照金价啊 平均二百五十块钱一百万金币这样来算的话 这样的一个金价 我们这个账号到时候 估计能够卖个一千块钱的样子 是比较的好卖的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赚个两百来块钱啊 其实这个淘这个账号 特别是这个神兽号 赚钱还是比较容易的 因为神兽比较保值 而且的话 基本上一个神兽拿过来 卖个三四百万啊 一般问题不是太大 因为还是挺多玩家喜欢这个神兽 因为这个神兽它是这个永生的啊 它不需要消耗这些这个物品来增长这个寿命 好的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